Hello 大家好 我是Rafi 今天是除夕夜 相信你如果在家的話 一定要幫忙做非常多的家事 像是貼春蓮、倒垃圾、拜拜 就是幫忙準備餐點等等 那這些習俗到底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等一下會經過我海邊 然後分享給大家 希望降低它的恐怖感 因為畢竟今天是除夕夜 新年快樂 過一個年 好事會發生 這是一個發生在山東農村的故事 事情就發生在除夕那個晚上 他們農村裡有一個習俗 就是除夕那天呢 要在大門口放上藍門棍 以防止呢 路過的好兄弟好朋友們 就是因為太過熱鬧 太好奇 然後他們又在可能拜拜啊 會有一些金子、銀子 然後想要來分之類的 來湊熱鬧 以防止這樣的狀況 那除夕這個晚上的 晚上大概11點左右的時候 那鄰居呢 他們的鄰居 就包好了餃子 正準備出去 要放鞭炮 那他出門的時候 就很好奇啊 怎麼聽到一聲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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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那以前的農村不像現在 現在是集合式的建築 就是一戶挨著一戶的以前 會住的比較有距離一點 但是他還是很好奇啊 就是為什麼 就是會這個聲音這麼接近 那他就看到一個女的 然後在他的隔壁門口啊 隔壁的門外 然後一直來回走動 來回走動著 他那時喝了1.9 然後也沒有想太多 他就湊往前 然後發現呢 那他是隔壁鄰居的女主人 那他一直在門外徘徊 然後沒有辦法進到那個門裡面 那這時候他看到他過來嘛 他就問說 他就跟他告狀 他就說 你看我老公 他把這個門放這個東西 害我都進不去了 然後他也沒有多想 那他聽了這個話就明白過來啊 他的老公 因為常常大聲誓責他 然後別人也勸不來 他就只好就是也沒有辦法幫到忙 他就只好信信然的回到了院子裡 然後等他放完鞭炮回屋子啊 他就跟他老婆提起這件事情 他老婆就嚇到 原地嚇到 原地嚇到 他老婆就說 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他 蠟月的時候 以前講蠟月 就是我們現在的農曆十二月 那這個時候呢 已經過世了 你到底是怎麼看到他的啊這樣 然後這個人呢 嚇了一跳 瞬間久醒 原地久醒 然後 久久不能說不出話來 隔天呢 他老婆就把他帶到寺廟去拜拜 然後 他的情緒是還緩和的過來了 好 那故事到這邊了 就結束喔 好吧 關於這個故事 我只有一個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是什麼習俗的話 你還是照做就好了 就是 冥冥之中都可以保護到你的喔 好啦 祝福大家今天 今天就是回家 歡樂 那有什麼事情 你就 睜著眼閉著眼就過去啦 不要吵架喔 那祝大家新春愉快 祝福前食招物 Bye 這也是不求聖節 腦洞大開的 麻皮靠 Bye Bye